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夺去检查过没有啊 没去啊 但是 我从一张医院给张夺检查的报告里头 我看了 我没看懂啊 没看懂 我上医院问大夫 大夫说 这个患者就是不孕不育症 而且这辈子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我听懂了 那你们去治疗了吗 治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甘心了 突然间我发现一个神医 老神医记住 老神医 老神医死了多少年了 他孙子给看了 唐家是祖传的 行了行了 姓家我听懂了 电线杆子上找着的是不是 不是 在厕所旁边发现 咋子 行了 这不都一样吗 你们找的那是江湖骗子 你们知不知道啊 如果继续找这种江湖骗子治下去 那张夺肯定就是真的不孕不育了 你们这是伤了孩子 坏了孩子 害了孩子动不动啊 行了 下面听我的 相信科学 我们找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大夫 你说我们俩考虑 好意好意上这儿求药去的 你哪能给我们假药呢 我们俩考虑挣钱不容易啊 相信你的大夫知道吗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我这是有都是治好的病例 你不相信哪 不相信别吃啊 大夫啊 你哪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找你来 就是告诉你 让你给钱给我们退了得了 阿门挣钱不容易 哪能这么多呢 是的没效果啊 那是你儿子的病太重 没治了 愿我呀 你俩咋不说 没能得生出了个健康儿子呢 大夫 能不能讲点医德呀 能不能这么说话呀你 搞我去 搞我去 能不能讲点礼啊你呀 你 走 走 走 妈您喝水 哎 坐着吧 妈 以后你可别这样了 这多危险啊 这多亏了是没有什么事 真要出什么事了 你说我这当儿子多愧疚啊 你愧疚啥 妈这么大岁数了 一条老命也行了 哎呀 也没啥叛徒了 孙子也抱不上了 妈 你别老这么想 我这个病啊 能治 哎 你呀 就别忽悠我和你爸了啊 你能治好的话 你能瞒得我妈两口子吗 就知道你们会这样啊 所以才一直瞒着你们 妈 你就把身体养好了 插圆都给你弄好 从明天开始 我离你多散散心 行吧 妈 擦圆子 不用整了 这心哪 算是阿新的散心 妈这心病治不好 我和你爸呢 阿曼两口子伤了好了 过两天我们就回家了 不得了 回去了 回去了 虽然说 亲家和亲家母 没有责怪我们 但是 我们老两口子 抬不起来头了 岳同志 你是个好孩子 你是念过书的 有文化 知情达理 阿娘张德 都这样了 你对我们还 还这么好 但是 我们老两口子 爹很感谢你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 爸 你别这样行不行 岳同啊 嗯 妈走呢 以后吧 小多都交给你的 啊 提妈好好照顾小多 小多实惠 这孩子没啥新眼子 除了不能要孩子 别的地方啊 都能对得起你啊 妈 其实 没有孩子 真的没关系 岳同啊 你是好姑娘 什么老张家 对不起你 您别这么说 爸呀 我知道你刚进 这辈子没看你哭过 你将我受不了爸 一定能好 没有 没胃口啊 你不是吃不管他们家做的菜吗 这是你妈今天特意给你烧的 咱们多吃点 是呀 谢谢妈 是不是那边情况不太好啊 还可以吧 这菜啊 吃来吃去的 还是自己家的家常菜好吃 以后尝回来啊 这做菜有什么花样呀 能有什么花样啊 就是多一点油盐酱醋的经验呗 你比方说这个红烧排骨啊 它应该是用红糖 这红糖没有了咱就用白糖 白糖没有了就用蜂蜜啊 什么意思 这个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 你李月彤组建一个家庭就更不容易了 别灰心啊 我没灰心 对 这个家庭呢 这个孩子是少不了的 是稳定家庭的基石 但是也不是唯一啊 那人家没有孩子家庭 不照样过得很好吗 妈 我没说要孩子 您别管了 这孩子 你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你说你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爸妈妈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跟你爸都是很开明的人 不会因为张夺不能生孩子就让你俩离婚的 不可能 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会处理 把你少操点心 老翠老翠 老翠老翠 你们两口子都有退休工资呢 这女儿呢 又在大公司里当头头 现在 这女儿婚也结了 你这什么戏事也没有了 这不 也不跟老朋友来往了 你说哪去了 来的嘛 彤彤的公婆最近来了 忙着接代呢 这不 该不是彤彤有了吧 哪能啊 没这么快 也是 现在这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要孩子都晚 是 我听说 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 好多还怀不上呢 可不是吗 你还记得不 我给说成的那对 从国外回来那对小夫妻 记得了 这结婚都四年了 好不容易才怀上 这不 上个星期 给我送红鸡蛋来了 还真的呀 四年才怀上啊 他是怎么怀上的呀 还不是我给介绍那个专家吗 他女儿对象是我给说成的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是认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听说这人特别厉害 他是哪个医院的 叫什么名啊 九州医院 这个九州医院哪 是这方面专科医院 送子观音 那专家呀 是专治不孕不育的权威 得过国内科技进步奖 还是卫生部万里手术 无事故的标兵呢 是吧 可好了 那人可厉害了 谁要看病啊 那个是 是 我一个朋友 你朋友 你朋友 有这方面问题呀 不是 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哦 他多大了 三十一 三十一 那个 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去医院检查过一次 不太放心嘛 所以 想找专家给看看 哎呀 老崔呀 这事你得帮帮忙啊 没事没事 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协议 你看你 我们公司啊 最近出了好多新产品 是吗 回头我让他拿给你了 哎呀 老赵啊 那个老赵 那个 彤彤 结婚多久了 嗯 嗯 嗯 老赵啊 你呀 你得劝劝很多啊 这工作别太拼命了 差不多就行了呗 抓紧时间歇一会儿 把身体好好养一养 这都三十一了哎呀 哎呀 老赵啊 你误会了 真不是我们家同都 是婆子 哎呀 老赵啊 你跟我呀 就别再见外了 我是同路的亲姨 他的事我能不往心里去吗 是是是 哎呀 是不是老崔啊 你就别瞎猜了 我们家同都好着呢 哎呀老赵啊 这个时候 就别面子薄了 他的孩子 咱什么放不下呀 你呢 把他的情况 跟我好好的说清楚 我跟专家说去呀 哎呀 哎呀真不是 哎呀 你这老赵我跟你 你既然不是呢 那你赵我干什么呀 那 那人家专家 也不是能说行就行的呀 你说你这人不跟我说实话 哎呀算算算算 哎哎哎哎别别别 哎呀不是不是老赵 哎呀你别撞伤啊你啊 哎呀你这人真是 哎你不说实话呀你这 哎说说实话说实话 哎呀哎呀老崔 是彤彤的老公张朵呀 啊 张朵啊 谁是张朵 哎呀不就是你给彤彤 帮我介绍你的男朋友吗 啊小朵啊 对啊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我这脑袋哎小朵 哎呀怎么会呀 这小伙子看不出来呀 挺精神的呀 嗨你说这种事怎么能看出来呢 哦那个啊 对啊这事啊真的请你帮帮帮啊 啊那是那是 那我明天呢就到九州医院 找一个大夫去去 好 好 好回头我见你吃饭啊 啊好好好 那个正好吃饭的时候 我家新赵的松花粉 给你拿两碗 哎呀我给你打八五折 哎呀你看你跟我斤斤计较 哎呀行行行 我还斤斤计较 行行行 有没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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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这些人排队呢 有人了 开门啊 有没有人了 有事儿 喂喂 有人了 来让一下 好 哎大哥 是要二十一号票啊 你 你有啊 哎 我这儿有啊 我这位置特别好 能看清吗这位置 开玩笑 你这票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啊 现在我这手里这张票 就两张了 大哥你有票啊 你这位置好有两张我留啊 你都要啊 你都要啊 大哥这票我要了 我要了 这票我要了 回来了 你懂啥叫先来后道过 不是 你甭管啥先来后道 这票我要定了 好不好 不是啊大哥 你说句实话 我是不是先发现你的 你这票能卖给他吗 谁看你这 我这哥们 你别跟人套近乎行不行 这票啊这么着 我加钱 那加钱行吧 哥你也加 来 我钱用你说话说呢 看 加钱吧 加不加 我一张加一百 二百 二百啊 哥们哥们 我特喜欢这个 你拥我一张 我出双倍行不行 你这两张都要 我这两张票呢 你干嘛 我这套路行不行哥们 你你你这样 我加二百你去买多吧 这么着 我一张加四百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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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等 哥们 你要这么着有意思吗 啊 你要不要 要 要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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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成交 别围的了 成交了 票还有吗 哥们 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没了 行了行了 那开门的 开门了 开门了 走走走 那个哥们 这样 这块我不是 我肯定是上心买 行 转便加一切 加五百行吗 我说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搅我生意的吧 我不是搅生意的 你没钱你跟人谈什么劲啊 不是没钱 就是刚才那小子你没看到 他也就是起空了 他能诚心买吗 那个 咱俩交我朋友 你省正点 不是我认识你是谁啊 我跟你交朋友 你买不买 你就一点面不敢谈 你不买无所 哥们这样 你先我娘 你先我娘 你也千万都不娘 妈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嘛 我还开会呢 看 著名专家 专制不应不育的 这什么 回头啊 你让张朵到九州医院找这个专家 哎呀 什么呀 哎呀妈 你别折腾我的行了 怎么就折腾你了 你说你这孩子 我这是帮你 你不敢接我就算了 还这么不领情 你看你这态度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的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的 你不去治病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 不是你说的 这孩子不是家庭的唯一纽带 没有孩子也养过吗 你现在怎么表里不一呢 哎呦 我的傻闺女啊 我那是怕你思想压力重 我宽宽你心的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我在抹下这张老脸去求这个求那个呀 你知道我为了打听这件事 我又在老崔那里花了多少冤枉钱 买了多少没用的松花粉呢 啊 你还告诉崔阿姨了 哎呀你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怕没人知道吗 有病治病 别整天跟个鸵鸟似的把头缩在里头 你要是不治 你知道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什么情况比你清楚 你不能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为了你的家庭 为了你今后的幸福 你让张朵去看看又怎么了 行不 行行行行我去我去啊 这才对嘛 二十一号晚上啊 两个靠窗的位置啊 谢谢 好 哎呀 猜猜我今天要送给你什么礼物呢 巧克力 喽 那就是花啊 你也弄 你又给我做了一顿饭 还是弄 大头 什么 你除了大头还送过我什么东西啊 别的东西没送过啊 是 嗯 哎呀 这个东西送给谁呢 是给谁的呢 哎呀大头 你弄到了 你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这一次我绝对对你刮目相看 我告诉你丁长啊 我大头轻易不出手 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力 没案子失望吗 哎呀大头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就是我的小叮当 哎 哎我告诉你啊 看完演出呢 就去这家餐厅 喂 位置我已经订完了 哎 我弄到票了 你不用来接我 我一会儿啊到医院找你 啊好的 一会儿见 拜拜 哎 快点啊 哎 哎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啊 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一点都不痛苦 嗯 一会儿呢就检查完毕了啊 不用紧张啊 啊 没事没事啊 一点都没有痛苦的感觉 紧张都不紧张啊 没事 嗯 别哭了 别哭了 快去吧 快点 待会儿你 你先出去 没有 没有 没有推本了 对没有 您放心吧啊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切正常呢 怎么一切正常呢 那本来都一切正常 那干嘛 就非得一切不正常啊 你不正常多好呀 什么坏呢是 那我倒想 这时候我倒想不正常 那怎么办 哎 那你也不会找几个不正常的 帮你做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谁不正常你帮我找一个去吧 那全是男的 你自己找多方便呢 嗯 你去吧 我不好意思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 我妈还在那边等着呢 你怎么交代啊 我这不犯传过你吗 想办法得了 这样吧 你就说 你是特殊案例 所以医生就把化验灯给留下来 到时候给你做系统的治疗 你是属于那种 非常严重的 所以才这么办 医院都热啊 对 反正我们也不会天天跟着 过了这一阵子 说不定就好了呢 他也不会再盯着我们这事了 就这么办 只能这么办 快点收钱别弄丢了啊 快点啊 怎么 哎呀 又眼睛 爸 哎呀 我知道你们为我这事啊 操心上火 都告诉你们 肯定能治好 被整的又跟要上刑场 判死刑一样 至于吗 开心起来 啊 哎呀 来我家这段时间呢 也没过几天 我还是说他那日子 这回去了 我给你俩买的软物啊 舒服服服服的啊 睡也到家 爸,我俩舒服不舒服都无所谓,主要是你,爸就惦着你,你也别上火,我走了就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对岳童一定要好,岳童的孩子不错呀,你都这样了,人家都不嫌弃你,知道吗,你要是对人不好,都伤天害理,你知道吗, 如果我听说有一点风吹草动,必须我对你不客气,听懂吗,你也不用惦惦我和你妈,你就把你这个工作干好,把你的事业干好,你也让,也是让你给你爹,给你妈争好气,好好干,好吧。 儿子,你爸呀,刚强了一辈子,你啥时候看着你爸苦啊,听你爸话,跟你爸争气啊,你不用惦那么凉啊,过点时间没事儿老头子,咱俩还来,看儿子来。 自个儿照我身体,量着热了啥子,自个儿管点自个儿啊,月童这孩子这饭呢,也不到做啥样,我也没来得及的交。 哎呀,在我这儿啊,爸妈,你们就别吵着心了,以后你们的生活费呢,我给你们存到银行卡里,用钱就上银行去。 你这孩子,用你存啥钱呢,我和你爸养不了有钱,那钱呢,你只敢留着,万一有啥急用啥的呢。 爸,在工作这一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干好。 行,我希望你能,对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爸也想开了,好了,别的不落了。 你爸妈,是真的要走了吗? 走,真走。 你妈是不是很难过? 这还用问吗? 走的时候,要不要,我也一起去送送? 哎呀,算了,我去就行了。 他们走了,在你认为, 你轻松多了吧? 在我这儿没有。 我反而觉得心里更堵定。 尤其是我不生育这事, 太坑人了。 我爸这辈子就耗一张脸, 我妈这辈子就拿我阴影为荣。 在他们心目中, 我这一步生育。 你说,他们内心当中得承受多大的痛苦和打击啊,你说。 尤其我妈,她心事特重。 这回之后,她肯定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着这点,这点事。 你多坑人呢? 必须得想个办法。 把这事啊,跟他们讲清楚了。 你说现在也没法跟他们解释。 这事啊,就怪我。 这事,也不全怪你。 我确实有责任。 谁? 我,你没事吧? 妈,你等会儿啊,我穿鞋呢。 我穿鞋呢。 没谁叫呢啊。 月桐妈。 来,妈跟你说两句话。 哦。 月桐妈。 你看咱在一起待的时间呢,不长。 这个有不少半嘴的地方。 这个对不对啊,你别往心里去。 别记恨我们啊。 妈,我怎么会记恨你呢? 哎呀,孩子啊。 以后小朵呀,妈就托付给你了。 提妈好好照顾她啊。 你俩激个嘴的时候,你别往心里去。 老爷们,都有点脾气啥的啊。 哎呀,到我们老张家,没想啥福啊。 让你受委屈了。 是我们对不起你啊,孩子。 妈。 你们没对不起我,真的。 妈知道,你不说妈也心明白。 你这心眼好使,很善良。 妈这辈子,报答不了你。 等下辈子,妈肯定偿回你。 哦,妈天天呢,祈祷菩萨。 保佑我儿媳妇和我儿子平安。 你看小朵啊,得这个病。 她心里的妈,也挺难受。 妈能看出来。 你呀,平时体谅体谅她。 病人一样,你的心情不好。 好,听妈话。 妈有个东西啊,想送给你。 这个呢,的蓝牙,我想给我打孙子来的。 这是我们老张家,主坊上的。 传家宝。 我们农村啊,有个老话。 叫长男,村长孙。 就意思呢,小朵呀,是母家对的儿子。 你老大嘛。 本来呀,想送给我孙子来的。 你看现在小朵已经病了。 孙子,妈也抱不上了。 妈身上呢,也没啥这件东西。 妈呢,就把这个捡回你吧。 妈,千万别。 现在北京医院多,好大夫也多。 说不定以后就能治呢。 不对,肯定能治,一定能治的。 傻孩子啊。 你别骗妈了。 妈都知道。 听妈话,拿着。 来。 我真的不能拿。 妈,你这么重要的东西, 您不能放我这儿。 是我,我真不能要啊。 你是不是我妈老张的儿媳妇啊? 妈跟你说,你是老张的儿媳妇, 你就给妈拿着。 那终于我的儿媳妇, 你还是在我儿媳妇啊? 我自己不懂。 你给我生了一个女儿的那儿媳妇, 你不会都稍微地演出。 我现在说,你并不是你的儿媳妇。 是不是我还没有。 你会很同一种, 我们来的儿媳妇, 你不能看到你那儿媳妇。 你跟我说 Else 媳妇, 喂 彤彤 去过医院了吗 妈 你们有没有去医院坚持复查呀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去了 你放心吧 你别在乎我说这事了 行了 我上班的啊 挂了 那个菜头起来了吧 起来 起来那么点啊 今天我正式讲两句啊 今天这顿饭也是最后咱们一家人带会吃一顿饭 吃完这顿饭呢 我们可能就要回农村了 就不在这了 希望你们小两口呢 希望你们小两口呢 在北京 把日子过得红红红红的 至于我和你妈你俩 你俩就不用操心了 就不能带我就要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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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心点 乐乐喝喝喝 爸 来 老婆 孩子 与晓鸥 干吗 与晓鸥 妈 你快看个假的他 对你好 别管我别管 说这是什么呢 孩子 你咋的了 是不是吃鸭吞坏肚子了 我就觉得特别恶心 我先吐了 你是不是 受风寒了吧 没有啊 我这两天 除了单位和家 我哪都没去 没找风 那你 还脚奶咖的不得劲啊 我 就觉得挺恶心的 去医院吧 月彤啊 妈 没听错吧 那你多少天没来了 一个多月吧 月彤啊 你怀孕了 小多呀 月彤有了 你快抱儿子了 老头子 月彤怀孕了 大喜呀 孩子 家人小家 快走妈父你快来 没事 快走 妈妈 哎呀 我跟你说呀 这孩子跟我那时候 人一样一样的 我有张多就跟他一样 咱家呀新城哪 看起老天爷呀 给菩萨干东了 月彤妈 你看想吃的啥 把你坐下啊 不用了吗 面部一定很转 你先别太高兴了 还不算啥样 肯定怀孕了 跟我那一模一样的 妈要说 还不算啥 小多 咋咋干一嘴吧 你这要上哪一处啊 这么大个事 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上来 你爸妈不是确定要走了吗 我想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走 前一段时间 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想弥补一下 好啦 你不要老是哭丧着脸 好像欠你两百万一样 你爸妈都有笑容啊 你笑一个吧 我给你真没办法 哭笑不多 刚开始那我不孕不孕 这你就怀孕了 你谁能说了这些事啊 过几个月那孩子 没有怎么处理怎么交代事 你爸妈明天就走了 这不还有九个月吗 到时候慢慢地再想办法 跟他们解释 总比他们明天哭丧着脸 回去抢吧 大头 喂 喂 多了 大头啊 你快过来看看我 你好好说话 是不是喝了 你还试隔门不 这舌头怎么还大了呢 把舌头捋直喽 你要试隔门就过了 喂 喂 大头又喝得过了 你现在真闹戏 我先看个大头去 这事回来大家接着谈啊 都赶了吗 舍不得喝 这是我最后一顿酒了 这个月 完了 这个月 这也是一个月方便面子 这小白脸把我坑了 一个月血汗前 改 活该 我要知道丁灿跟小白脸去看 看 看 看演出 我给他买假票 要他看不成 要说你活该 啥就疯了呢 就你耍死了 人家丁杉也看不着 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 在他看前 他也 眼里没完 就你这一图 我都不爱瞅你 你再看一 那医生 小白大碗一窜 小听诊气 这一带 玉树临风 风流地挡 啥呀 谁来看你 你跟人能比了吗 比啥 隐秘人这活着 活不活得留着 比啥 我有一颗强势的心 最近这 他能够比吗 自然这笑我就笑 就让我也要哭 死呢 我也去 哎呀 够忠诚啊 那你既然这么忠诚 就别这么默默唧唧 整这一处啊 我窝呢 你窝窝呢 得拿得起 放得下 好不好 要不就放下 要不就一直用你这个忠诚劲 去打动丁杉 直到有一天 你以后被他打动你 哼 相信我行吗 我 你就看着啊 我又实际的证明一切 我罗大头 我要听他发现 我对他是真好 哎呀 行了 你就这个 从事局面 什么局面 你这样 你马上啊 把衣服脱了 可爱 洗澡去 洗干干净净的 不是都收拾收拾 让丁杉觉得你永远是一个可以信任 可以依赖的好男人 好不好 我们做事 什么事 你干净呀 你别喝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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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你别喝了啊 丁川 你俩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我还问你呢 等会儿我让你俩 你俩 你俩慢慢聊 我不想撤离你俩事 我说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呢 我说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呢